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,北京时间12月21日,距离NBA新赛季常规赛,正式开赛还有两天,虽然比赛马上就要开始,但联盟仍有一些,球队有大动作,恭喜胡仁,恭喜保罗,两笔重磅签约诞生,哈登交易,火星进展,恭喜胡仁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,北京时间12月21日,距离NBA新赛季常规赛,正式开赛还有两天,虽然比赛马上就要开始,但联盟仍有一些,球队有大动作,恭喜胡仁,恭喜胡仁,恭喜保罗,两 他们已经正式,和库兹马去约,库兹马获得的合同不是顶星合同,相对来说,还是比较划算的,恭喜保罗,他和太阳,得到了胡仁主帅,沃格尔的认可,太阳在新赛季将是西部一支,不可忽视的球队,此外,爵士已经和戈贝尔,完成新合同的签约,哈登交易,也有了新进展,猛龙和凯尔特人,已经报价火箭,并给出了交易筹码,恭喜胡仁, 库兹马正式,签下新合同在总决赛结束之后,胡仁所有球员中,被质疑最厉害的就属库兹马了,休赛期,美媒报道了不少,关于库兹马的交易方案,外界认为,库兹马去弱队,打出数据,是比较合理的选择,不过,胡仁今天已经,正式和他完成续约,胡仁运营副总裁,佩林卡表示,库兹马在过去三年,成长巨大, 去约库兹马,让胡仁感到极其满意,对于胡仁来说,库兹马去约,无疑是一个好消息,一来,胡仁的军心,更加稳定了,二来,库兹马的心态,也会更加稳定,他的新合同是有球员选项的, 这几年库兹马,可以好好表现,争取在未来,拿到大合同,恭喜太阳,胡仁主帅,加,媒体认可对于太阳来说,新赛季的他们,充满朝气, 今年休赛期,太阳达成了,重量级交易,从雷霆交易,来克里斯保罗,这位在场上,极有领导力的后卫球员, 新赛季,太阳的目标,就是冲击季后赛,上赛季,他们距离季后赛,只有一步之遥,而在今天,太阳这支球队,以及他们的领袖保罗,获得胡仁主帅,沃格尔的认可,沃格尔表示,保罗是名人堂级别球员, 他在上赛季的表现,证明了他仍然可以带领一支球队,打出统治级别的表现,与此同时,也有很多媒体,看好太阳在新赛季能打进季后赛, 克劳德接受采访时则表示太阳,需要更加专注,戈贝尔正式和爵士,签下新合同今日,据ESPN记者爆料,爵士中风戈贝尔,已经正式和球队,达成新合同的签约, 此前曾有媒体爆料,戈贝尔拒绝了爵士队的普通顶星报价,要去寻求一份超级顶星合同,但也有媒体,报道戈贝尔没有,去寻求超级顶星,对于戈贝尔来说, 虽然他有资格,签下5年2.28亿美元的新合同,但媒体普遍不看好他这样的球员,在签下一份5年2.05亿美元的新合同之后, 戈贝尔的新合同将是NBA历史上第三大合同,哈登交易,或新进展今日,哈登交易,又有了新进展, ESPN记者John Granato报道,东部两支球队猛龙和凯尔特人,已经加入了哈登的争夺战,猛龙愿意送出西亚卡姆, 而凯尔特人,愿意送出杰伦布朗,此前,每媒体预话报的,一名记者爆料,哈登交易谈判,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, 他很有可能,会在新赛季开始前,就离开火箭队,火箭方面,已经向媒体,透露了消息, 那就是他们,想尽快送走哈登,哈登这样的,实力求援,火箭需要,货比三家,寻求利益最大化, N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,